沈腾 西红柿首富上映第一天 票房轻松破译 可见大家对他的个人期待 以及喜欢看戏剧的热情 不过小霞今天说的 并不是他灰金如土变土豪的 西红柿首富 而是他讨价还价 做屌丝的龙虾刑警 在贝街小巷开龙虾店的沈腾 这一天迎来了四位贵客 分别是刑警队小队长王千元 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刘化 横头垢面的女刑警袁珊珊 以及小跟班的菜鸟刑警 周游为啥说是贵客呢 因为这些一碰就散架的龙虾店 在即将倒闭之前 居然被这四位以十万元的天价 全资收购了 可能大家也看出来了 龙虾刑警中的沈腾 不过是个龙套 这是一项友军的电影而已 不过这次打的酱油 分量还是要比猛虫过江里 多出不少 全且当作是自己给西红柿首富 做个人肉广告 不愧 那您要问了 为什么刑警当得好好的 这四个人的四小天团 要花钱盘店呢 原来王倩元他们这个基督小组 前不久抓捕了一个马仔 得知毒贩就窝藏在龙虾店旁边的一处民宅 但总是借着上厕所去龙虾店 叮伤埋伏 引起了沈腾沈老板的不满 别的客人来龙虾店 先吃后拉可以理解 但你王倩元只拉不吃 就有点太过分了 那个 要不你给我吵两边 正所谓吃人嘴短 拉人腿软 王倩元这位暴裂刑警 一时冲动 干脆埋下了这间龙虾店 听着匪夷所思 有点瞎胡闹的意思 没关系 虽然这家店的名字就叫瞎闹闹 同样瞎闹闹的 是这部在豆板上 只有4.9分的电影剧情 在王倩元被迫兼职龙虾店老板的同时 本打算混到退休的刘华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身定位 一个以十三乡小龙虾 扬名天下的夜宵大厨师 小火爆料 大火收治 龙虾在锅里翻腾 时刻在门外苦等 这群人要抓的毒贩 没消息 店里的收入却翻倍上涨 分店做个连锁加盟品牌 都不成问题呀 更夸张的是 刘华不仅靠龙虾开闭了第二事业 还差点摩擦出感情的第二春 摩擦对象不是别人 正是天天来龙虾店里 叫外卖的大叔张锦诚 要是王倩元这些人也是傻 看着张锦诚都觉得脸熟 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 那还能是谁呀 这不就是鱼岁里的老妇吗 大毒枭啊 所以龙虾行警隐藏boss 还用猜吗 肯定还是他呀 但王倩元他们偏布 一定要白白牺牲俩兄弟以后 才恍然大悟 这哥们原来是大反派呀 在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煎熬后 很多观众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哦原来这片子不好笑啊 的确除了沈腾出场了几分钟 略带喜感之外 看王倩元卖力的装二傻行警 是一件极不好笑又心酸的事情 特别是本篇说的是 缉毒追凶的主题 但动作打斗部分 副业潦草 毫无兴奋点 同样是拍节肢动物 更加粗枝烂造的猛虫过疆 却还是能在水军的夹道欢迎中 赚上几个亿 但不干不干的 龙虾行警毫无热点可言 累计票房七千万不到 抛去成本 小霞掐指一算 恐怕真的开家小龙虾店 都比拍这部电影赚钱啊 不过考虑到本篇是导演 李星云的臭女作 影视圈本来就缺女导演 所以小霞还是要给这位 80后的女性一点鼓励 加油哦 希望你老公张元 以后可以再为你的创作 多介绍点好的资源 其实相比吐槽电影 以及本篇的导演 小霞更想聊聊龙虾行警中的 几个演员 刘华 华语喜剧电影圈 现阶段的黄金配角 江湖人称道哥 一个自带喜感的中年大叔 小霞一直认为 在疯狂的石头中 他的表现远超过当年 智能的黄博和郭涛 一句带着眼泪的台词 你他妈胖牛还真像学辈 眼活了这位 有职业操守的黑道大哥 起悲剧性的一生 哪怕是在看了 小霞的猛虫果江中 刘华扮演的东北讨债帮 虽然对剧情毫无推动作用 但不可否认 在小沈阳和潘冰龙 这几位主角 都在滑水的情况下 刘华的表演至少是认真的 包括戏份更少的袁珊珊 尽管本篇发挥的实在一般 但他个人在煎饼侠之后 也渐渐转变事业线 在喜剧之路上 跌跌撞撞的一路向前 这份坚持和努力 值得肯定 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 和余政工作室解约 不然现在热播的演习攻略 就凭姗姗姐 是吧 怎么也能入宫演个 精致娇羞的格格小主 而不是在龙虾刑警里 蓬头告面 尽管现在很多这种 类型的喜剧电影 主创走肾不走心 忙着捞钞票 而配角们 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 拼命用演技 填补弱智的剧情 也是中国影视业的 一大怪现象 为中国喜剧可悲 也为这些配角可叹 最后想想说 龙虾刑警最不能忍的 我好不容易等到电影下映 小龙虾勾得胃口大开 电影票钱是省下来了 但外卖点了三百八呀 不说了 外卖小龙虾要到了 我去开门了 你好的虾 四百三 多钱 四百三 太黑了吧 外卖已经给你打了八五折了